他會叫你什麼啊 太親密了 不好意思 我們見多了 我會沒看你 他叫我 XX 我覺得 創業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然後一直到現在 其實時間也過得很快 就是一黃眼好像 四年就過去了這樣子 回想第一次品牌 就是第一年 站在台上的時候 跟現在的那個心情 真的完全不一樣 比較辛苦的部分是 每一年的那個 品牌方向的規劃 對 然後 能不能依照自己想要的方向去 對 都要盯得很緊 白頭髮越來越多 真的 沒有放鬆的一天 我是有一次夢到 夢到我的貨都不見了 我半夜就驚醒 對 嚇著我想說 發生什麼事 就還好是做夢 嗯 結婚企劃研究 因為在想說 因為品牌現在剛更名嘛 所以還在努力階段嘛 所以新年想這個可能會 對 有點太急迫 對 就像 對啊 生小孩四歲 對 等牠這個可以唸書了 我們再來想這件事情 等牠等牠 等牠等牠 會 牠常常會給我一些不同的驚喜 大大小小的禮物都會送 對 因為其實牠真的還蠻懂得這個浪漫的 可能我還稍微靈性別 牠比較 牠蠻浪漫的 所以牠會藏在一些節日啊 在一起的這個時間啊 到現在牠每一個月都還會有那個 大大小小的這個禮物啊 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啊 每一個月就是 可能在一起的某一天 就是 今年是幾年幾個月 今年是這樣子 天啊 牠小到手寫 有麻痺嗎 還好 不會啊 就像對不對 感恩啦 對不對 要享受這個感覺對不對 但是會不會說 譬如說今天什麼節 然後牠送了你完全沒表示 這樣不是很尷尬嗎 我會跟牠講 你有我就夠啦 我會叫你什麼啊 牠會叫你什麼啊 好貝 好貝 太親密了 我好一絲目 牠們見多了 真的喔 可以講嗎 牠叫我披薩 牠叫我披薩 為什麼 一樣好吃嗎 還是 不知道耶 這叫我蠻多年了 很好玩啦 就很幼視 對 我們就是很幼視啦 知心披薩啊 知心啦 知心 牠你都不拍戲了嗎 要拍啊 這月底有一個電影要開拍 因為電影時間比較短 所以可以比較好配 這樣 那有沒有可能再接大點檔 如果有適合的角色 跟時間上允許是 我都沒有排斥任何什麼劇 可以看以前的電影 這次不停的調節 是那些比較多的 你應該會看 你應該會看 那些東西 如果你是音樂 就因為我都沒有 你應該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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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應該會看 你應該會看 好